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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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香20年的上海江浙菜 每道料理都能吃得出 師傅用時間累積出的好手藝 它這個湯汁滿出來 你把這個湯這樣子給大家看 這個湯 它這個湯汁這樣子 你看 這個湯汁滿出來可以集滿一湯匙 對食物的長久堅持 在餐館你也能吃得到 每樣菜色都是料多未美 我吃過的牛肉麵可以比 你吃過的蔥還要多 真的嗎 你以後被我們封為什麼 牛肉麵公主 接續著這股香氣 舒嬅 竹竹要帶大家接近大自然 去找仙女的蹤跡 還有仙跡的傳說 關於仙跡的部分 就是因為本人我仙女來到此地 所以就變成一個傳說 是這樣 這裡為牛肉麵 就提了這次 超妙 可以從高處跟城市拍照的 推薦景點在哪裡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歡迎收看GoGo捷運 我是台語竹竹 我是舒嬅 現在位在的是 新店三明公園 是的 沒錯 而且這裡也是新店的第一個 主題開放式遊樂場所 對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我們特別地開放 有 特別地曝曬 今天就是走一個戶外的路線 沒錯 而且我聽說今天這集 是為我準備的 因為最近都一直在追劇 都宅在家裡面 不會 妳太宅了 我跟妳講妳是時候走出戶外 看看外面的世界 追尋一下自己人生的意義 而且我聽說今天竟然有爬山 當然 我跟妳講 爬山妳知道… 妳知道這個GoGo捷運 開不過三年以來 我爬過山大概比妳吃過的 米跟鹽還要多 這麼多 超級多妳是沒有在這種 大熱天爬過山 這是我第一次的爬山初體驗 我告訴妳 而且我們爬山 一定要選在這種40度的天氣 其實體感溫度大概差不多有個48度 48度 但是平常只要陰涼天氣好的時候 沒有在爬山的 一定是要選大熱天爬山 今天一定要撐住 好 我可以的 妳知道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我懂 是… 好 那就廢話不多說 一起迎接陽光 走 我們去曝曬吧 走出去吧 Let's go 走出去吧 走 三明公園是新店的第一座 貢榮市公園 貢榮的特色除了是跳脫傳統的遊具 變得有設計感以外 也能讓每位有不同需求的小朋友 都能一起玩樂 看看舒嬅在大太陽底下 這麼有活力 一定是非常期待她在節目的 爬山初體驗了 不過爬山之前 可不可以先吃點東西 而且我還沒吃早餐 肚子餓是不是 好餓 好 我跟妳講 妳也不要覺得說 製作單位真的這麼地狠青 基本上 它要妳去做一些苦菜式之前 都會先放妳去吃一頓飯 我聽說了 讓妳飽餐一頓 有 這家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妳要先想清楚 因為基本上 妳吃得越多 吃得越飽 吃得越好 妳待會兒要做的事情就越苦 好猶豫 因為妳知道我聽說這家是 在地人非常推薦的 那種巷子美食 這一間是真的很厲害 好猶豫 是江浙風味的上海菜 對 上海小店很厲害 絕對是可以給妳吃飽 我要吃 待會兒爬山也絕對是可以 上下來一回折返跑 再多跑幾趟 好 我要吃 先去吃 走 吃了再說 好 走 傳承的上海江浙菜 就在捷運 宋山新店店新店驅公所站 1號出口出來沿著中華路走 看到三明路左轉直走 邊散步 邊看學校周邊美景就到 吃飯了 而且我聽說這一間 可以說是在地人 還有說老饕 其實從念書的時候 就開始吃到現在 對 因為這間店已經開業了20年了 20年的上海點心 而且它的師傅厲害了 可以說是完全是一個道道地地 地地道道的台灣人 台灣人是不是 你也是上海師傅的復式 因為上海點心 如果這個要做得專業的話 對 因為它是師辰正宗的上海師傅 這麼厲害的人物 很厲害 真是厲害 我們一定要把它請出來認識一下 是 好 歡迎楊老闆 你好 從年間時期就跟著江浙菜 老師傅學習的楊老闆說到餐飲 它可是非常有經驗的 不管是擀麵皮的手勁 或是小籠包折法的力道 每一道手續 都是經驗跟時間的累積 師辰正宗的上海糕點師傅派 點心派 所以你們家的餐子也聽說 麵皮都是要自己擀的 我們都是自己擀的 自己後面自己擀 自己扒 因為你看自己擀的麵皮 跟外面就是不一樣 因為你要揉捏這個麵皮 還有手工的技巧 都很重要 它那個厚度 薄度 然後裡面包的汁液的多管 都是要很精準的 很講究的 我們馬上來吃一下 肚子餓了 對 看看到底老饕最愛的 這一顆顆皮薄透著湯汁 琥珀光子的小籠包 光是看來就口水直流 招牌菜還有花束蒸餃 也是蒸餃界的必點菜色 我有個好奇 因為有些人說 小籠包或是糖包一定要18折 對… 這個 某大企業 這個是有一個套餐 因為在包的過程當中 手有溫度 18折有時候會包不起來 它就會擀的皮 擀的厚度有時候薄 有時候薄 比較厚 比較薄 沒有平均的話就不好包 大部分都20折還是20折 所以麵皮還是比較講究 你要去怎麼擀皮的 它的手感或者是做工 因為每一張皮都是手工 確保每一張擀起來的厚度一樣 對 所以這個18折如果這麼精準的話 你就機器做就好了 就是因為手工 所以才會有不同的溫度 對…有沒有 沒有 當然也很好 但是這樣子的手感的東西 每一張的薄厚不同 更有溫度 對 我們要跟大家說 這是很講究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吃 好 來 你一夾起來就是一個沉澱澱的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裡面有滿滿的汁 有 感覺有汁 而且你吃下去就會補汁 對 而且湯包厲害的就是 你夾起來 它的皮雖然要薄 但是它也要可以承載裡面 湯汁的重量 不可以脫掉 對… 現多 然後再把這個湯汁滿出來 你把這個湯這樣給 給大家看 這個湯 這個湯汁這樣子 給大家看 這個湯汁 滿出來 可以擠滿一湯匙 對 你就知道這裡面 就是一個小型的游泳池 而且吃湯包就是要 再把湯汁先撤掉 對… 然後肉在裡面游泳 然後這個游泳 因為那個湯汁很鮮 很鮮甜 因為我們就是干貝就是 就是… 所以 真的 就是它雖然說是一個 豬肉的湯包 但是卻融合了海鮮的味道 干貝的那種 那種干貝的味道 那種干貝鮮甜的味道 很厲害 就是你可以想像這個過程是真的 有熬煮超過六個小時 才可以把那種味道融合 鎖在這個裡面 完全…完全地呈現在裡面了 對 而且它這個皮 真的是很薄很嫩 然後再下去蒸之後 那種晶瑩劈頭的感覺 一直到嘴巴裡面就 皮就是薄薄的感覺 又在你的舌頭上面可以 入口即花的感覺嗎 化開…化開的感覺 好好吃 好吃 來喔 小籠包熱騰騰出爐囉 Q彈的外皮輕輕一搓 又有滿滿的湯汁 就像家門前的小盒流出來了 這就是正港的小籠湯包 花素蒸餃的餅皮 有別於小籠包 咬起來是扎實有嚼勁 加上洋老闆每天手工製作 以剁碎青江菜為主的餡料 不管是不是吃素的朋友 都會被它征服 吃完湯包 在上海浙江菜 還有另外一種麵食 也是這邊的招牌 我們的招牌就是 牛肉麵 還有排骨麵 這兩樣 這麵食也真的是 上海浙江菜的經典 所以也一定要嘗嘗看 麵食的部分 對 而且我一看 妳先用… 妳忍不住想要吃了 因為我超喜歡牛肉麵 但是我是超喜歡吃蔥 我剛剛一看到蔥 滿滿的蔥 這個就是蔥人最愛 有 因為如果每天去吃麵 或吃任何東西 我都一直要求說 我要蔥 我要說 蔥加州 我一點老闆蔥加州的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一上來就覺得 這個有好愛你 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先吃牛肉麵 好 我吃過的牛肉麵 可以比妳吃過的蔥還要多 真的假的 所以妳以後被我們封為什麼 牛肉麵公主 是嗎 可以 既然這樣子 老闆妳都先不要介紹 我們就先讓牛肉麵公主來吃吃看 來吃一下味道 先考驗一下 妳的牛肉麵公主的封號 好 到底扛不扛得住 牛肉麵最重要的 吃就是它的牛肉 這是它的主角跟它的重點 是 能不能畫龍點睛就在這牛肉了 先吃吃看 OK 豆豆 老闆 我跟妳講 我一吃就知道你這個用的是牛肉條 對 你看 謝謝 專業在吃 專業公主 牛肉麵公主 這個肉 因為跟外面的吃不太一樣是 它非常地軟嫩 因為我們是用牛腩熱條 最後面那一塊 它吃起來比較嫩 而且湯頭 可能一般的湯頭 不一樣 這個 其實 因為一般好像看到這樣 一晚上以為是紅燒牛肉麵 你以為很辣 對 真的 那我不一樣 我們的牛肉麵是很嫩 湯頭就是用牛骨下去熬 喝起來這個湯頭很鮮甜 對 這間餐館賣的是上海點心 也有麵食可以讓你大飽口福 除了牛肉麵 還有排骨麵的選擇 牽涉的湯頭帶出排骨香 不裹粉又厚實的炸排骨 配上滿滿的蔥魚麵 楊老闆您真大方 北方人除了很愛吃這些麵食 糕點以外 當然也不能錯過就是 肉粽 跟台灣的南北粽比較不一樣 因為台灣人很愛炒透南北粽 哪一個比較好吃 哪一個分別什麼的 什麼的 可是北方人吃這種 湯舟肉粽 它光是外形上 就跟台灣的很不一樣 它是長型的 它是長長的 對 聽說這種肉長 這種外省粽 還可以叫做什麼枕頭粽 金桃 因為以前古人在睡的枕頭 是長長的 長長的這樣 就跟台灣人三角形的 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到底這種外省的粽 跟台灣的粽子 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老闆 無所謂就是先醃肉 然後再拌到米裡面 它這個都是鹽味的 這個很厲害 老闆 因為通常 譬如說把肉包在肉炸裡面 通常一把它剝開 肉就跟米就分開了 肉就掉出來一個肉 米還在那邊 這個是 就是已經黏在一起了 黏在一起 因為我北以前 我們就是吃的 長長的肉 跟米一樣 所以米一樣是生米嗎 對… 還是生的 對… 然後再下去煮 再下去煮 要煮六個半小 所以是用煮的 不是用蒸的 是用煮的 而且你是要包生米 直接拿去煮 要生米 所以生米跟那個… 要包很緊 包很緊 肉跟生米變緊 它們就只能生米煮成熟飯 緊緊地這樣套在一起 所以它們就會永不分開了 不行了 黏在一起了 現在給它試試看 來 老闆…來 它的肉還會彈心 它的油脂 整個花在飯裡面 對 比較少吃到那種外熟粽 好好吃 因為其實單純只有肉跟飯 真的要吃出它食物的原味 對 而且糯米好好吃 原糯米 然後 看起來糯米是不是還要用醬油 下去混過 就是醃肉的醬汁 醬肉的醃汁 然後就直接也帶到那個飯 放在生米裡面 所以糯米它整個浸泡在 豬肉的味道裡面 所以連米都很香 然後醬油的比例剛剛好 說到上海美食 少不了的就是這道油豆腐細粉 細粉細薄的湯汁成了清爽的 熱食點心 也有許多老饕客 可是衝著他而來 還有這個八寶團圓飯 你看那個米Q的 QQ軟軟 對 米Q 很Q 甜的 它很甜 又不會太甜 這一道料理應該也是 客人很喜歡的 對 大家指定一進來就說 我要吃這個八寶 大部分都是他們吃飽 他們會再醬這個甜點 原本的江浙菜 裡面的八寶飯其實是更甜 對… 它的甜味 所以老闆你是因為 為了要因應台灣人的口味 然後又把它調整一下 就是給它改成不會那麼甜 不喜歡吃甜的 對 糖分不要放這麼多 因為糯米本來就是一個 甜甜的東西了 各式各樣的上海點心 小籠包花醋 蒸餃牛肉麵 排骨麵 八寶團圓飯 油豆腐細粉 糖 甜飽肚子 我們要準備介紹 有美麗風景的景點給大家 謝謝我們的楊老闆 給我們帶來一個 謝謝 這麼摺操的江浙點心 吃飽喝足 有沒有覺得很滿足 可以爬山了 現在有力氣了 有力氣了吧 對 下午的行程 我們就來站 好 吃飽在這裡 吃飽在這裡 楊老闆要不要一起去 楊老闆要不要一起爬 一起爬山 爬山 我還要去 老闆還要開店 要開店 老闆還要服務很多客人 對 我們把老闆還給客人 然後我們菜 我們自己去挑戰 好 年輕人 出發 謝謝老闆 不會 謝謝 謝謝 開了將近20年的 上海江浙菜餐館 就在捷運 松山新店縣 新店驅公所站 1號出口出來 沿著中華路走 看到三明路左轉直走 邊散步 邊看到學校周邊美景 就到囉 有著仙姬傳說的仙姬岩 來爬山運動又能認識歷史 搭乘捷運 松山新店縣景美站2號出口出來 沿著景中街走 到景新路右轉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仙姬岩的登山步道口了 到了 哈囉 這個仙姬的傳說 關於仙姬的部分 就是因為本人我仙女來到此地 所以就變成一個傳說 是這樣 這裡為妳有見 就提了這個字 超沒有 是不是 有 是吧 故事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要跟他說 是因為傳說中 呂洞兵曾經來到這裡 留下腳印 所以等一下上去就有機會 可以看到呂洞兵的腳印 這樣子講這麼多 不如趕快上去 不要 我要先在這邊講故事給妳聽 講什麼故事 妳剛剛已經講了呂洞兵 我已經聽完了 但妳有聽過有一句話叫做 不是好人心 妳知道這個故事它就是說 相傳在八仙裡面有一個 叫做呂洞兵的人 但他有一個好朋友叫做狗搖 狗搖他們有一天在家裡面的時候 突然來了一個好朋友 叫做林先生 狗搖跟呂洞兵是很好的朋友 他們已經發生一個故事 所以他們就變狗搖呂洞兵 妳可以寫安靜嗎 妳可以寫安靜嗎 請妳尊重一下 好不好尊重一下 支持GoGo捷運 不是說故事比賽 謝謝 不是 因為看有沒有人 就是等一下腳兒故事就天黑 我們就不用上去了 對 不然妳一個人在這邊講 如果妳可以把狗搖呂洞兵的故事 講個八天八夜 不用停 我就讓妳在這邊講 妳可以嗎 妳可以繼續講嗎 妳要不要繼續掰 沒關係 我們還是上去好了 如果妳掰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上去可以嗎 上去好了 走 走 這裡是許多遊客 會來朝聖的仙基岩 因為登頂的時間大約半小時 也是當地居民平時運動的好去處 馬上跟著舒嬅 竹竹 去尋找傳說中神秘的鋁洞兵的腳步 你們覺得很舒服 有 真的天氣好涼 太陽已經沒有這麼大了 你算你真的很幸運 但其實你知道這邊才剛開始嗎 好 我們從這邊直接攻頂 大概約沒有20分鐘的路程 好 所以是一種 所以你不要緊張 好不好 一種健行的感覺 是 好 走吧 出發吧 Go 走 登頂的路上因為植物環繞 加上涼爽舒服的好天氣 心情也會跟著感到放鬆 沿路上有許多可愛的小松鼠 陪伴著我們爬山 也要提醒來到這邊的朋友們 不要餵食野生動物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你看很多松鼠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野生動物 除了松鼠以外 還有很多鳥類 你看很近 還有很多蛇 所以要小心安全 這是一個很野生的地方 貼近大自然 這些城市裡面 竟然會有一個… 一個祕境的概念 而且你知道這邊的植物 每一個季節都可以來欣賞 不同的植物美景 松鼠的畫面 你看它不怕人 它可以靠這麼近 它很驚人 它等一下會不會跳在你身上 對啊 很棒 好 它來了 大自然你的動物 真是太可愛了 松鼠的活潑 讓腳步也跟著雀躍起來 我們要繼續沿著步道而上 就快到至高點了 加油 攻頂了 聽說我們現在在最高點 我們趕快攻球一球 好 快 來 我的頭 你看 我看得到101耶 是不是很棒 有 這邊就是一個IG打卡熱點 大家都會在 這邊有一棵樹 大家都會在那棵樹上面 把它當椅子 然後排走 但這樣是一個不對示範 畢竟那是一棵老樹 我們愛著它 如果這樣一直做它…的話 它的壽命就會減少 對 所以還是 大家可以來趴趴山 然後健行一下 欣賞美景 但是盡量不要在樹上面 而且我們剛剛 在上來的路上 遇到一位老伯伯 他說他整個是每天來這邊 是當運動 對 然後他就說他是 旅動兵的轉世 嘿 嘿 好 沒錯 我覺得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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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 對…有在運動 像這種伯伯很健康來講 應該是小個案 因為它沒有很高 算是一個城市的 微奔山 微旅行的概念 對 所以有沒有覺得 走出戶外 有 我覺得今天是很豁然開 身體很放鬆的感覺 可是他每天都在家裡追劇 你的眼睛很傷視力 要多看綠色植物 對 然後來這種燈高 眺望遠方 對眼睛的寶劍 也是一個非常好事情 對這個心胸的開闊 也有空氣 新鮮空氣 對 對人生有沒有 很正向 很美好 是不是 來吧 從最高處可以眺望台北風景 因為地形的優點 讓這裡成為了拍照打卡熱點 可以感受一下在照片裡 拍出站得比101還高的氣勢 和仙谷實在是一個 充滿民間神話的一座山 對 他也是跟女洞賓友相關的人 是 這邊的話我剛好聽到說 這邊其實每一個季節 都有不同的植物的美景 可以欣賞 比如像現在秋天 再來就會有楓葉 對 大概在四 五月份的時候 是油桐花季 那種滿山的油桐花白白的 灑滿在這個樹林裡面 多麼漂亮 就很有氣質的感覺 所以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邊才代表女嗎 對 然後它叫做和仙女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叫做 潘仙女 就是我 你下次到這邊設了一個牌子 潘仙女 對 因為我覺得氣質非凡 脫俗 輕輕脫俗 應該就是我的代名詞 好了 潘仙女 我們可以看夜景了 好了 是…晚上有夜景 現在不如就來欣賞一下 這個大海北夜景 你看點燈之後多漂亮 是不是 先經驗的夜景 也是喜歡亮面氣氛的朋友們 會來到這邊坐在涼亭 吹著風 看著美景 每到跨年的時候 從這裡可是欣賞101 倒數煙火秀的絕佳位置 旅宗兵的先機了嗎 先機傳說就在這了 先機傳說的傳說就在這裡 就是你剛在樓下 跟我囉嗦一大串的那個故事 對 傳說中旅宗兵 留下腳印的石頭 就是我們身旁這一棟 就在這裡 那個石頭上面有 大大的凹洞 很像是旅宗兵踩過去的痕跡 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像是 去猛龍或是暴龍 那些東西 因為那個腳印這麼大一個這樣 旅宗兵應該是一個巨人 對 超大的 所以它很巨人 所以它可以幫助貧窮的人 傳說中它就是 站在這個石頭上 對著這片葉子釣魚 對 它是一個富貴之神 在這邊是這樣子 對 是 所以爬上來這邊 看一下旅宗兵的腳印 你就會有錢 好像也很不錯 滿好的…